第一题其实就是也是美元收盘会议 它好像也是去台湾银行去抓 把它抓下来的方法 不过它是放一个网页 我们现在看这个网页是read.html 然后可能担心说将来这个网页 如果考试的时候突然连不上 或者改版的话 那不是就 所以它就已经预先让你下载 然后载进来之后再帮你做扒的部分 最后一样把它写成一个CSV 所以你要观察里面到底是什么的话 可能就是要把那个网页先抓下来 那分析的方法 大概不外物就fine 它就fine 只是说它这边会多写一个什么 大瓜壶class然后冒号这个 因为后面有包 其实这个东西不写没关系 你多写也无所谓 只是说我觉得像我的习惯是 如果可以不写那我就不写 因为好像感觉会多一些东西 会干扰 所以它是而且你会发现它可以全部串在一起 fine完之后马上fine off 有没有 所以我们刚刚不是分了好几个阶段 那你可以全部串一起 也可以啊 只是说全部串一起的话 感觉可能出错的几率会相对的比较高 不过我的习惯还是这一层OK的换下一层换下一层 那就保证正确的 OK所以这部分的话 那考试的时候其实填空题 所以你们不用太执着啦 因为你看这个上面东西有没有 其实呢 上面都有 复制贴 复制贴 这个都有啊 所以你根本就只是有没有部分的话 就是这个东西 但是你如果按把这个网页打开了 按右键检查也会找得到这些东西啦 如果你实在忘记的话没关系 按右键检查也都会有 所以不过当然因为这次不算长 我那一天我记得我就把它背起来 我打上去直接就OK 因为这没真的没什么 然后table啦 data table2啊大小写记一下 tr的话就一列嘛 th就是那个标题蓝 那个储存格蓝 h就head 然后td的话就是储存格 这个蛮重要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然后台湾彩券 其实也是一样天空题 所以你会发现左边右边 我还特别把它截图 因为我这样比对马上就看了一千二厨 对不对 应该够清楚了吧 OK 所以考试就是考试 考试就先考到再说 之后的话有时间再来研究 你会发现这边有个Beautiful Super 我们是后面这个是用 那个HTML的Parser 但这边用什么LXML 这两者之间差异就是 网路上你们可以查一下 效能用这个模式会比较快 但是至于快多少 我是没有特别去注意 因为目前来说都够用 所以你用哪一种模式 其实这个我想你自己再去了解一下 如果有什么心得的话 当然也欢迎各位可以再提出来讨论 反正这东西我觉得蛮多地方其实都会有空间的 最重要就是说你要真的去理解 不是说死背背都没用 因为这东西背起来又如何呢 最终还是要把它实做 真的能够用在你工作上面 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最后有一题 我干脆直接跳到这一题 就是台银部分 那其实台银这个要把它下载下来也不困难 首先第一个啦 因为应该各位都有在看汇率吧 最近的话呢那个哪一个差异最大 你看美金已经31了现金的部分 那日币的话呢已经28了 已经快好像又跌回来一点 之前好像有跑到29 那像我之前的话 因为我都会看汇率 所以我大概日币大概点26的时候 有买蛮多的 所以你看一差的话呢 大概就差了快一成了 一成就是10% 对那如果去日本玩的时候 那我也有办一个双币卡 双币卡就是你买的时候 是用极其的汇率买进 然后用的时候不用手续费 直接就扣账户里面的钱 那个叫双币卡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 这样其实省还蛮多的 因为我是逢低买进嘛 然后到那边的时候是 用最低的时候的汇率 然后去付那个 而且没有手续费 这个我想如果 如果这样要领出来是最低的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 你开一个外币账户 还蛮不错的 另外的话那个像美金的话 之前29的时候 我也买了蛮多的 因为我想说应该够低了 就买 然后而且存美金定存 美金定存那时候 利率好像有三点多吧 忘记了 反正又放着 放着这涨上来 除了有汇差之外呢 还有利息可以赚 对 诸如此类的 反正你了解这些对生活有帮助 而且又可以小赚一点 得乐不为 但是呢 如果说你希望呢 经常性的把它抓下来的话 怎么做 一样 第一个 如果我要抓什么呢 抓这个 这个这个好了 假设我要抓这三个资料的话 很简单嘛 选取它 按右键 检查一下 不过检查我之前讲过 如果检查你会发现这个网页还蛮特殊的 这个网页它会说它会改变 你会发现有没有 变小的时候它就变只有现金 如果你拉宽的话极其就跑出来了 所以其实它这个地方后面有JavaScript 那个JavaScript就是会动态的去检查 你的那个画面宽度 如果宽度变小 意思是不是如果你是手机的话 那就只显示这样 如果拉宽到某一个程度 它就变两个 但如果说我今天需要什么 需要这个 所以我把它选起来 或者按右键也可以检查一下 你可以看到 它这边会跟你讲说 它的名称叫什么 但是它有个缺点 拉过来会变形 就是变形 所以我建议不如你把它放到下面 Duck to button OK 那这边的话可以看到 这个按右键 它就是DIV 而且有class 所以把DIVclass抓到 然后把它里面find all 全部找到了 这个的话呢 一样按右键检查 它的class 它的那个标签是TD 它的class这一个 所以我分别把这个抓到之后的话 那分别放在我程式里面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 假设print出来长这样子 这个集齐去抓的 可以吗 马上抓 然后马上帮我列出来 而且包含什么呢 包含 币别列出来 现金 买入卖出 集齐 买入卖出 帮我列印 所以这边的话 可能你就需要什么 需要第一个一样 把它抓过来 然后给它那个encoding 这个应该没问题 那Parser这边 HTNParser 那你可以试一下 LXML 不过如果你用那个LXML的话 它可能会出现错误 因为你要另外 额外好像要安装 一个套件的样子 我记得这个是那个L的样子 LXL 这个额外安装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要注意一下 还是自己再试一下 然后我就把什么 这个部分 分别把它抓过来 然后抓过来之后 放在Data DataName指的是那个名称部分 Data1的话 指的是什么呢 特别注意 Data2 你会想说这明明有四个啊 那为什么放 Data1Data 没有Data3Data 因为 特别注意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 你等一下按右键检查一下 它的名称是这个 然后呢 这个按右键检查一下 这个名称 你会发现有没有 这两个名称怎么样 一样的 也就是说呢 它都叫Catch 那这个的话呢 这两个也都一样 有没有 都叫Size Size 所以这边的话SizeTest 两个都一样 也就是说 这边是 这个名称可能会有1对2的关系 1对2的关系 1对2的关系 OK 那我就分别把它抓到这两个串列之后的话 那把它分别printed 不过最后的话会有个问题 就是说我可能需要printed一个匹别之后 要printed两个现金 就是这个是0这个是1 因为它总数 这个的总数是 这个的一半而已 所以这要怎么printed出来 刚好可以长这样 后来我就想一个方法 怎么样呢 把它先printed一个name 并且strip 因为前后有空白 然后呢一个tab键之后的话 接下来的话先printed这个 这个的话我用什么 乘以2 这边是乘以2 n乘上2 就是n的值 0乘上2的话也是0 那0乘上2的话 0加1 所以01 然后再来下一个 就是2345 这样跳 OK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懂 因为很多同学 光看到这个会看不懂 那我用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就把这些printed出来 当然你也许 如果你有别的解法的话 你也可以再把它试试看 这个地方其实你可以用punta punta可能会稍微更简单一些些 就是把这个data先丢到punta 然后再输出 可能会更简单一些些 那如果你不用punta的话 这也是一招 不知道各位应该知道我的意思吧 这个是1对2 对2 那怎么样输出才OK 那后来我的理解是这样 因为同学一直不能够理解 所以后来我就画个图给各位看 因为我怎么思考的 其实我是用Excel的方式思考 所以底下的话 就是名称乘以1 现金汇率乘以2 集齐也乘以2 那它一定是什么 这边一定是0 它如果美金是0的时候 那这边01 01对不对 港币的话是1 这边要23 它的那个解法的话 我就是底下 我就是有个表给各位看 那写的公式呢 就是按照这个逻辑去把它写出来的 所以写出来这样 当然如果你实在是没有办法完全理解 没关系 你可以把它改写一下 因为有的时候每个人的逻辑 真的不太一样 可能我习惯的写法 对你们来说可能不是很奇怪 不然的话你可以再另外想一个方法 看有没有方法 就是说 我可以把它print出来 就是长这样子 有没有什么方法 还是说你可以丢到五个串列里面 有没有 在逐一逐一输出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或者你也可以把它放在哪里 放在 这个放在串列 这两个放在什么 字典里面 有没有 一个当key 一个当value 不是说输出就是刚好两个 这不是每个方法 也是嘛 所以方法很多 只是说 你可以去想一些方法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这个是抓那个 台银官网上面的 那个外汇的利率 其实你会发现 如果你掌握一些药权的话 要抓一般性的网页 真的不是什么太大问题 最重要就是利用几个方法 不外乎就request 配合那个beautiful shop 再来的话 记得就网页上方你要的东西 按右键检查一下 所以那个检查以后 我建议就是平常有空的时候 如果你对某个网页有信心 你按右键去检查一下 它里面的相关的标签名称 还有它的类别名称 也试着把它抓抓看 如果说你每一个网页 每一个网页 看到的网页都能够顺利的把它抓下来 并且可以顺利的把它转换成 比如说一个一个的CSV 或者是丢到资料库的话 我想你会更有心得 以后应用起来 应该也会更加的得心应手 这部分请各位再试试看 抓台银外汇部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